大家好,我是大炮 今天给你们解说的这一把比赛的话 是我们周六的一个建会的一个比赛 周六的建会的一个比赛可以看得到 对面的话爆肿化成了一个手术 关战帆这个三宫队伍的话 以前没有见过 不知道是哪个区的三宫队伍 有懂的可以说一下 这个三宫队伍跟别的三宫队伍不一样 他这个三宫队伍的话 是四个业务清晨宝宝开场 打固定三害的一个三宫队伍 而且他这个三宫队伍可以看得出来 鸟阵打鸟阵 对面的话是我们福战冠冠军的一个 钓鱼岛的一个团队 关战帆的话是没有选择 宁波城去存战役 就关战帆没有选择 存战役 打对面这种福战冠冠军团队的话 没有选择宁波城存战役 就第一回合直接飞机飞起 宁波城走的飞起 顾三的一个宝宝点到地面的一个 斯托宁 点到利民玩家的一个斯托宁 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把比赛 这一把比赛第一回合观战帆打得很凶 对面的话连个封系 对面还是鱼岛自己比较擅长的那个阵容 212的一个阵容 我们可以看到飞机的话 就基本上这个三害的话是飞不动 因为鸟阵的话本身就没有加三害 所以说的话飞机飞不动也是很正常 夜舞清晨的宝宝是一个 全敏加点的一个体系的一个宝宝 就是专门打空间三害的 这气血特别少 我们来看一下夜舞清晨宝宝都在不在 这样的话 OK有一个有神佑 OK有一个有腾挪机没有死 那下一个的话五个夜舞清晨都在 可以点对面的一个 这边怎么说呢 我们来看一下 这边选择去点对面的一个武装罐 可能观赛番还觉得对面无同事化身 观赛番这个套路的话 三宫队友这个套路的话是很省钱的 就为什么省钱呢 因为这个夜罗刹这个固定三害的这个套路的话 就只需要你宝宝有高级敏捷高级神友 跟夜舞清晨就可以了 就三个技能就可以了 就不需要有别的技能 然后的话宝宝全敏加点就可以了 进不进阶 110都无所谓 OK 固定三害三害比较稳定 点倒对面两个 不过我觉得还好 我感觉只要对面斯多宁起来 给观赛番一把飞机 观赛番都看不出 观赛番这宝宝神都可以 看一下还能不能神 OK 还有神 这个应该是磁阶神友了 对面的斯多宁的话 如果指挥会玩的话 得给斯多宁卡五同单 因为观赛番夜舞清晨的宝宝很快 要么点拿斯多宁 我们来看一下 对面怎么说 观赛番这个淋宝神 伤害很低 速度很快 宝宝肯定要点拿自己 不点拿自己肯定是起不来 因为观赛番的物理系更快一些 OK 夜舞清晨 他夜舞清晨没有压斯多宁 夜舞清晨压的是对面的一个磅射洞 这个固定三害也凶的呀 就每一个宝宝一个固定三害 平均能够达到两千点三害 那五个宝宝砸过去 有个一万点的固定三害 而且对面 三回合 连观赛番的一个宝宝都没有清掉 这有点牛逼呀 三回合没有清掉观赛番的一只宝宝 对面起死人了 这宝宝又生了 这观赛番宝宝是真的猛啊 我靠 OK 对面五天外起来起红灯 观赛番还有五个夜舞清晨的宝宝在 小死玩挂 你面对这个五个固定三害的夜舞清晨宝宝 你没有办法的呀 兄弟 对面乾坤套 一套 一套也没有用啊 这还有夜舞清晨的宝宝在 OK 根本不需要夜舞清晨出手了 观赛番五回合还没有死过宝宝 兄弟们 这也挺猛啊 风卷三云 这要飞宝宝了吧 OK 对吧 第四回合 一把风卷终于飞掉了一个宝宝 观赛番这一手套路的话 没有什么套路啊 这观赛番这一手套路的话 跟那个 两个雪神木的套路差不多 对不对 跟两个雪神木的套路差不多 就宝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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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面说你速度没有观战方快啊 拉不起来 拿起来别锁波 别跟我说观战方 观战方这小队能赢啊兄弟们 就差不多 钻了五回合B差不多了吧 赢不了吧 这能赢吗兄弟 不过观战方地幅有一速啊 有一速的话基本上都是有磁 小死玩挂 疯狂挂小死玩 这凝波城这三海 二百多 这凝波城打化身两百多 对吧 打神木铃五百多八百多 这比赛能赢兄弟们 你看阎关城那个 牛家族的那个凝波城 一刀捅过去捅七八千 这妈捅过去捅三百 我觉得只要对面有一把飞机 观战方都砍不住 只要利民玩家能飞一把出来 我觉得观战方都不太能砍得住 而且第十回合里面可以出地厅了 只要对面化身不死啊 对吧 飞机 飞过来二千八 没有起过状态啊 飞化身四千八 对吧 飞物理系的话也有四千多 三海可以啊 观战方宝宝宝又省两个 射魂要点 要你这是射魂要点化身啊 化身走磁 这你拿什么点化身啊 就这吊三海 一刀七百 这什么点化身啊 连环机都死不了啊 兄弟 这能死啊 他死不了 观战方地府有一把抓呀 你别把化身给偷了呀 宝宝应该就给化身顶要吧 卧槽 必得激魄破死了兄弟 把化身给偷了 兄弟们 这啊 就对面都没有想到 观战方就这三海 敢偷化身 真的 OK 钓鱼岛这边 宝宝全齐呀 这个比赛很有意思 就对面做梦都没有想到 就这 一刀两百 一刀三百 对吧 居然把哥的化身给偷了 也是猛的鸭皮 比赛第八回合 这我感觉观战方要赢啊 这观战方如果是赢的话 应该是最不能说最差的三宫队吧 说最最差的三宫队有点不尊重关战方了 应该是一个差距最大的就是硬间 怎么说呢 应该说 不能说硬间最差的 说三宫队太低也不太合适 那就差不多是这个意思啊 兄弟们懂就行 我们来看一下对面 死亡经过14回合 因为观战方第一回合开的无间啊 所以说化身吸的死亡层数特别多啊 这么9回合的比赛 大死亡吸的14回合 小死亡吸的3回合 对面得出两个盐 盐护宝宝化身才能起来 对面现在能出盐护宝宝的 总共产生面活着的单位就一个人 就人家三宫队伍啊 对吧 用人来打PK 观战方三宫队伍用宝宝打PK 真的 也是挺猛 有一说一啊 0秒死 应该硬件也不差啊 我感觉人的硬件可能差一些 宝宝的硬件应该 也不差 你看 荆棘法爆一次荆棘必杀啊 对吧 宝宝的话细节应该可以 公宝宝 增加伤害的技能都有啊 可能人的伤害没有那么高 OK还有地厅 对吧 还有廷哥 我敢说这个廷哥是没有虚迷的呀 我们来看一下这廷哥散害怎么样 有没有虚迷 对吧 有地厅轻宝就快了 就这一种残局 打复战队 对吧 有地厅就快了呀 这都妈加年吧 迪 这廷哥一哈手续 有没有虚迷 这宝都飞得快 我们来看一下这地厅啊 现在怎么样 有虚迷的地厅基本上加一把敌秒 对面宝宝都是五六千的秒 能秒个四五千就差不多有虚迷 没有秒四五千是没有虚迷的 参临雪宇加迷是最起码五千起步 连把敌有虚迷最起码加参临雪宇得秒个七八千 没有七八千就没有虚迷 看一下有有有没有七八千 连把敌加参临雪宇秒四千的话 那就等于说是这个宝宝的话应该是没有虚迷啊 我感觉 好吧下期比赛我们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陈 Winter 陈岩 陈北 陈冰 陈年